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圆神四星三体人 赛索斯角色全攻略 银家铃弹弓,超越很多老五星 阿赫玛尔的怡龙 赛索斯的定位是一名四星雷系弓箭组C 我们首先看看它的三维 基础生命值和基础防御力都是正常四星水平 基础攻击力227位于偏低的水平 不过它突破增加96点元素精通 基本表明了它是一位不吃攻击力 更依赖精通,走草铁锡路线的一位反应C 它有两种玩法 一种是不开元素爆发的纯蓄力剑玩法 另一种是开元素爆发的附魔普攻玩法 我们首先讲讲赛索斯的蓄力剑玩法 正常状态下赛索斯的普攻会进行 至多三段的连续弓箭射击 和其他所有弓箭角色一样 以比较低的攻击力倍率造成物理伤害 进行蓄力时,会类似提纳里进行两段蓄力 第一段蓄力结束后,巫伤会变成雷伤 第二段蓄力结束后,赛索斯将无法移动 并立即将手上的弓命时针旋转90度 此时发射的箭矢会变成有额外精通倍率的观影剑 观影剑能直线穿透敌人 对一整条直线上的敌人造成独立附着 且元素量为强类的雷元素伤害 观影剑需要蓄力的时间非常长 从开始蓄力到能发射观影剑 一共需要整整6秒 同时呢,倍率看起来也非常一般 不过好在赛索斯的两个固有天赋弥补了这两点 固有天赋一能极大程度减少灌影剑的蓄力时间 赛索斯瞄准射击时 它当前每一点的元素能量都将使蓄力时间减少0.285秒 最多记录20点能量 将6秒的蓄力时间减少到0.3秒 如果观影剑成功发射 将消耗这些记录的元素能量 如果发射的是一段蓄力的箭矢 则消耗记录元素能量的50% 比如如果当前赛索斯是60能量 则能发射三枚急速蓄力的观影剑 如果赛索斯现在是50能量 则前两发观影剑能以最快速度发射 第三发观影剑由于只记录了10点能量 蓄力时间为6-0.285乘以10等于3.15秒 如果是40能量 则只能发射两枚急速蓄力的观影剑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发射第三枚观影剑 需要原地等待整整6秒 另外 固有天赋2能显著提高观影剑的伤害 赛索斯获得热杀宣银效果 这个效果能使观影剑 获得额外700%的元素精通倍率 观影剑首次命中敌人5秒后 或者4枚观影剑命中敌人后 这个buff只会被移除 观影剑首次命中敌人的15秒后 赛索斯能重新获得这个buff 对于10级平A的赛索斯来说 有这个buff加持的情况下 每发冠影剑的倍率 为252%的攻击力倍率 加942.2%的精通倍率 这个时候 一发冠影剑的伤害就比较可观了 同时 这个固有天赋也在告诉我们 赛索斯的每轮循环轴 应该至少为15秒 蓄力剑玩法的赛索斯战场时的第一发冠影剑 和最后一发冠影剑的间隔不要超过5秒 最多发射4枚冠影剑 接下来我们看元素战绩 古一 明沙彻雷 赛索斯在前方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 并快速后退 如果此次攻击对敌人 触发了任意的雷元素相关反应 它可以恢复12点原始能量 产球两颗 CD为8秒 当它的充能效率为100% 放一次能产生雷反应的E能恢复18点原始能量 可见这个元素战绩对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能为它产生很多能量助力冠影剑的加速蓄力 实战中 被幽产的元素球 打怪掉落的能量球 以及双雷共鸣产的球 也能为赛索斯恢复能量 讲完了这个蓄力剑玩法后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它依靠元素爆发启动的雷附魔普攻玩法 在保留上述所有机制的情况下 它可以消耗60点元素能量施放元素爆发 进入迹象敏影状态 8秒内 赛索斯的普攻将转为发射能穿透敌人的明显史 明显史和冠影剑一样具有直线穿透效果 能对一整条直线路径上的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 实际大招的情况下 每发普攻还会额外获得353%的精通倍率 在此期间它无法进行蓄力攻击 同时所有的普攻会被视为重机伤害 不能享受比如飞雷弓的普攻伤害加成效果 但可以吃到比如猎人之境的重机伤害值提高效果 元素爆发的冷却时间和固有天赋 它一样是15秒 大招期间的所有雷附魔普攻遵循2.5秒 三黑子的元素附着定律 且附着元素均为弱雷 根据官方演示来看 8秒内在索斯可以打出三轮半的普攻 我们保守计算视为三轮普攻 对单情况下可以至少附着雷元素6次 怪物基底的情况下 依靠普攻可以至少打除6次超激化 最后它的生活天赋是显示虚迷特产位置 了解完赛索斯的全部技能机之后 我们来深入聊聊这个节色 首先是玩法的问题 这两种玩法是否可以兼得 目前的答案应该是不行的 大招流赛索斯每轮循环消耗60点能量 同时每发快速蓄力的观影键 也会消耗20点能量 想要在一轮循环里 同时开出大招和打出四伐观影键 相当于此时赛索斯一轮循环轴的能量缺口 是140点 这么高的能量需求 按现在可以堆叠的充能的情况下 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 除非后续出一个不抢战场时间的超级充电宝 亦或是可以时间回溯机制的辅助 才有可能实现这个双玩法兼得的想法 在现在的情况下 赛索斯要么选择一直蓄力不开大招 要么不蓄力只开大招 一个四星角色在灵命 就同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玩法 还是挺少见的 不过这样也带来了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当你选择其中一个玩法的时候 和另一种玩法相关的天赋 就显得有些浪费了 不过有一说一 四星角色被浪费天赋 好像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其次赛索斯的伤害和元素晶通高度相关 无论是蓄力剑玩法 还是大招普攻流玩法 组成伤害的倍率中 晶通倍率都高于攻击力倍率 原神现在不包括武器情况下 自身就有攻击晶通双倍率的角色 仅有三位 开大的赛诺 草神和艾尔海森 由他们的配对就自然可以联想到 赛索斯作为一个雷系的 以晶通倍率为主的角色 最好的选择便是走须迷的草体系路线 目前最好的草西副C兼辅助纳西达 也称为了赛索斯队伍里的选择焦点 这个剧本和赛诺类似 人系组C走草体系路线 摆在眼前的就有纯激化和超级仗 两条大路可选 这两条大路结合赛索斯的两种玩法 就排列组合分叉出了四条小路 蓄力剑纯激化 蓄力剑超级仗 开大普攻流纯激化 以及开大普攻流超级仗 另外赛索斯作为一个弓箭角色 自身的韧性比较低 它只有在开一的时候 有0.6的抗打断系数 其余的输出时间没有抗打断 甚至蓄力剑玩法中 完成冠影剑蓄力后的赛索斯 还无法移动 这就意味着队伍里最好有一个盾位 来给赛索斯提供稳定的输出环境 即便是有行秋这类抗打断拐在队伍内 自身50韧性也会导致 它会被频繁打断 这个点可以参考同样50韧性的星海 开大的星海 其实有比行秋还高的 0.25的抗打断系数 但它在实战中只靠自己的大招 也依旧容易被打断 实战轴被打断后 所需要的恢复时间 一般是两秒左右 蓄力剑玩法的赛索斯 被打断就会容易导致 固有天赋2的效果提前消失 大招普攻流玩法的赛索斯 被打断也会损失 本就不长的技能输出时间 在给赛索斯组队之前 我们还得考虑轴的问题 蓄力剑玩法依赖的固有天赋 2有15秒的冷却 大招普攻流玩法 也会依赖元素爆发的15秒冷却 因此赛索斯队伍的循环轴 应该至少为15秒 结合它元素战绩 8秒冷却 但高效回能的性能 我们不妨把赛索斯的轴 定义为至少16秒 让它在一轮循环轴里 能打出两次元素战绩 产斯雷球并额外回复24点元素能量 以缓解它的能量需求压力 同时 蓄力剑玩法中 固有天赋2的5秒间隔限制 和大招效果退场消失的限制 也告诉了我们 在索斯每轮循环 最好只战场一次 战场就战到底 这就给出了我们一个 比较合适的循环手法 队友上完buff后 在索斯登场 先用一次翼 然后选择两种玩法中的一种去输出 输出结束后 再放一次翼 这个轴的循环时长 大致控制在16到18秒 在索斯登场8到10秒 其余时间队友上buff 这也就给我们带来了 玩法选择方面的问题 两种玩法应该怎么选 在我看来 取决于各位玩家 自己手里的队友 以及自己的喜好 是更想玩雷系的提纳里 还是雷系的消攻 两种玩法的对单 对群能力都是一致的 蓄力剑爆发更高 出伤更快 不刚需满能量 大招启动 战场自由度稍高于 大招普攻流玩法 带容错率低 因为索敌对靠自己 万一箭矢打歪浪 也不会返还消耗的能量 同时不能和行秋夜兰 这样的需要普攻动作 触发协同攻击的队友 组队 大招普攻流 有自动索敌 操作简单 容错率高 能和行秋夜兰组队 出伤平滑 但刚需大招启动 并且大招启动的角色 在和草神组队处理转火问题时 会比较棘手 之所以说 蓄力剑玩法 自由度只稍高于大招普攻流 是因为蓄力剑玩法 也是需要能量的 但不至于像大招那样 必须满60能量才能开 蓄力剑玩法 在比如只有55能量 56能量的时候 也能设立启动 但如果只有20 30能量 那也照样会因为 后续的冠影剑蓄不出来 而插手 最后 提一提这种技能设计的缺点 双玩法的机制固然吸引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大世界或者深渊中 会需要用到一些 不需要伤害 但需要弓箭的场景 例如大世界中的 风史莱姆 气球草 深渊里的飞天龙兽 这时候 因为我们不能自由开关 赛索斯的固有天赋一 导致它无论选择哪一种玩法 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 都容易因为 蓄力剑消耗了能量 导致接下来的战斗 没有能量可用 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队伍里最好有 第二个弓箭手 例如飞谢尔 或者燕兰 聊完了这么多 我们正式给赛索斯配对 参考几位已有 最好队伍的草体系角色 我们能想出不少配对 同时 我们为接下来的计算 给赛索斯准备这些武器 下个版本的活动 赠送武器注银有和 决闲一样的基础模板 它的特效能使元素能量 减少后的角色获得80精通 至多叠加两层 也算是一把不错的武器 如果有一把武器没有被提到 那就是因为它不如 上述的某一把同造架 甚至更容易获取的武器 例如对于赛索斯来说 决闲是不如注银的 连一把活动免费赠送的武器都不如 决闲就没有计算的必要了 同时我们准备这三套剩遗物 这里额外提一嘴 主引猎人套 基本只有在非常苛刻的前提下 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 如雷套给到的数字太少 减CD对于本来就能一轮轴 两次翼的赛索斯 也发挥不出明显的作用 所以这里这两套剩遗物 就不进行计算了 剩遗物的主磁条 固定选择金雷暴 副磁条统一28磁条面板 20双暴 加6精通 加两大攻击 按期望来说 这大概就是玩家们刷胜遗物本 一个月所能出的获得中位数 我们首先介绍赛索斯的第一支队伍 赛索斯 加钟离 加纳 希达 加菲谢尔 我们的思路是选择先走大招普攻 纯计划流派 这个队伍里 没有钟离可以用起凉凉 钟离的护盾更令人安心 同时有20%的全元素减抗 起凉凉作为一个四星角色的 灵命期望抽出 比灵命限定五星更少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更容易获得 同时 起凉凉和纳希达 可以组出双草共鸣 给全队提供100点元素精通 满命起凉凉也有蚊子虽小 但也是肉的12%全队全元素增伤 纳希达在有稳定队群挂草 前台精通寡 和与赛索斯对轴的优势下 很难被替代 仅推荐萌新玩家 在没有草神的时候 暂时用克莱草主过度 菲谢尔在-C输出的同时 能和赛索斯凑成双雷共鸣 结合奥兹在前台产的极多能量球 能非常大程度地缓解赛索斯的充能压力 黄女这个位置也可以替换为八重绳子 不过八重的铲球效率和联动性 会略低于黄女 但好在高配的八重 能给这支队伍增添更多DPS 这个队伍里 赛索斯其实用蓄力剑玩法也行得通 但大招普攻流的玩法里 黄女的输出会更高 因为更多的激滑次数能更加频繁地触发黄女的天赋 同时黄女的六命也只能由 由普攻动作的大招普攻流赛索斯触发 蓄力剑玩法的赛索斯不会触发黄女的六命 按照之前的说法 这个队伍的循环周围 中离场一接纳希达一Q 黄女一或Q 最后赛索斯上场 一Q 一指A到大招结束 一 这个队伍里 纳希达默认使用罪犯用的草套 主要是草神作为一个大盲人 在绝大多数队伍里都是使用草套最优 减草抗虽然不能提高赛索斯和黄女的输出 但至少能一定程度上提升他自己的后台伤害 由于精通拐对赛索斯的收益很高 所以我们希望草神每轮循环都能开出大招 草神的大招不光能拐赛索斯精通 也能提高他自己的伤害 10级Q的草神在这支双雷队伍里开出大招 硬重硬的出发间隔 也能从基础的2.5秒降低为1.83秒 收益还是很高的 草神Q也能填补赛索斯技能循环中的真空7 这个时候单草陆队且全程在后台的草神的充能需求 是比较高的 MUP主推荐两种配装方案 歼5金破带金金金堆140.3%充能 或者高精西风密点带金金爆堆173.61%充能 前者的全队回血能使队伍生存容错率进一步提高 后者西风输产的白球能辅助全队充能 对剩一物的充能副词条要求也更低一些 计算出的充能是保守计算 实战由于贯物铲球 所需的充能肯定会在低个10%到20 金通杯可以换草伤杯 带金破石金通头也可以换双爆头 具体带什么是各位玩家自己喜好和已有的剩一物情况 以及充能调节需求而定 这些耳目人使用能提供巨额后台增伤的黄金巨团套 固定选择雷伤杯和双爆头 杯子的位置用攻击杯还是金通杯好 是各位玩家的已有剩一物情况和武器选择而定 以我的剩一物情况为例 携带武器落水 在莫娜占卜铺中计算 最后结果是选择了一个带双爆的金通杯 武器应尽量追求攻击 双爆 精通 以及战机增伤 有高质量的五星武器可用就达五星武器 四星中觉显表现最佳 经过计算 在这支双雷且飞谢尔每两轮循环才放一次Q的队伍里 它不需要任何充能词条 可以说充能词条对飞谢尔而言只有在一些有发的情况下有用 钟离推荐带能使护盾量最高的两生命加二生命套圣遗物以及史兰姆枪 之所以不推荐盘盐套和教官套 是因为要想使用这两套 必须要让钟离在飞谢尔和纳希达之后开出技能打出雷结晶反应 而一般情况下 纳希达的中草回吞到奥兹的弱雷导致灌物头上只有激化草元素附着 钟离无法打出结晶反应触发盘盐和教官 如果你想先飞谢尔移接钟离一打出结晶再接纳希达EQ 那么等到赛索斯进行输出的时候 盘盐套或教官套的buff的剩余时间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敌压或者队友充能不达标时也非常推荐钟离 携带高精吸风枪加暴击头润滑全队的充能循环 赛索斯在双一的手法下经过计算也不需要堆叠任何充能 甚至还溢出了一部分能量 这部分溢出的量可以提高它开大的稳定性 它的抗干壤能力会更强一点 也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它应对转火环境的能力 除计划加成外 这个队伍里能给赛索斯提供的buff仅有中离的20%减抗和草神的精通 以800左右精通的金金金金破草神为例 假设草神能给前台战场的赛索斯寡200点元素精通 我们拉表计算各圣遗物和武器配置下赛索斯一轮循环的输出情况 其中阿莫斯我们居中计算三层特效 弹弓在我测试过后发现它的触发条件并不苛刻 所以按覆盖率100%进行计算 开大普攻流赛索斯只会减少一次元素能量 所以助云的特效只能触发一层 同时我们不记录某些武器带来的额外物理伤害 经过计算后的结果围下表索斯 表格颜色月子代表伤害越高 可以看到圣遗物的最优解是流浪大地的乐团 它的四箭套效果能额外给赛索斯提供35%的重机增伤 弥补它的增伤程区 四巾列优于2加2 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大夹2加2的副次条会更好 也更容易抽出比较好看的面板 所以其实对于没有做很久草本的牢的玩家来说 四巾和2加2差距并不大 我们选用四月团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提纳里的装武猎人之径成为了赛索斯的最佳武器选择 不过这里最亮眼的是这把几乎人人都有的三星武器 弹弓 居然仅次于猎人之径排名全武器第二 这主要得益于它提供的高额暴击率和高额增伤 同时它地攻击白纸的缺点也并不会过于影响主精通倍率的赛索斯 这里需要再提一嘴 弹弓的特效对于赛索斯来说 应该还是比较容易触发的 开大后的赛索斯射出的箭矢速度非常快 同时它也没有提纳里蓄力剑延迟分裂剑的机制 所以总的来说 大伙有多余的猎人之径就用猎人之径 没有就选择三星神奇弹弓 这个剧本和某卫文若书生选择黎明神剑有一起同工之妙 弹弓之后的武器 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必要了 好 大招普攻流玩法我们介绍完后 接下来我们还是拿着这支配对分析 同样是纯激换 不过这次我们的赛索斯选择走虚立剑玩法 对我们的配置造就 钟离提供保护 纳西达提供激化环境和精通拐 黄理当负C输出的同时 为赛索斯提供大量的能量 走也是造就的 只需要把赛索斯开大普攻 换成四次重机就可以了 虚立剑玩法的赛索斯 对能量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四发怪引荐想要秒须 需要赛索斯攻线4 乘以20等于80点的原式能量 如果每轮循环赛索斯只能贡献70点能量 就极有可能导致第四发怪引荐 因为虚立太久 导致吃不到天赋2的额外700%精通倍率的加成 这里需要提前提及一下赛索斯的六命 赛索斯的六命能让他每轮循环 可以不消耗能量免费秒须一发怪引荐 因此六命赛索斯在这个队伍里 走纯虚立剑玩法的能量需求 就将为了60点 和大招普攻溜的能量需求完全一样 或而满命赛索斯走赛中纳黄的虚立剑玩法 不需要堆充能 这个队伍里 如果钟离和纳希达都不带西风武器 那么赛索斯在一轮循环中 理想情况下获取的能量为74.8点 我们只需要给他堆110.2%的充能效率 即可完美秒续满四发怪引荐 同样的 我们拉表计算歌声遗物的武器的伤害表现 虚立剑玩法的赛索斯精通倍率 远超攻击力倍率 高攻击力的武器效果会稍差一些 同时虚立剑玩法的它 可以吃满注银的两层被动 最后的结果是这张图 剩一物差距造就 但武器方面可以看到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三星弹弓居然超越了所有武器排名第一 猎人之境排名掉下去的主要原因 是它的被动只能在多次触发的前提下收益才高 而虚立剑流派的赛索斯一轮循环只发奢丝没重击见识 导致猎人之境的被动吃不满 它的收益自然也就变低了 从数据表格对比也能看出 论总商而言 虚立剑流派的总商是要略低于大招普攻流的 大招普攻流的赛索斯也能更加频繁地触发黄女的天赋 同时也能高效触发黄女的六命 所以综合来看 园长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大招普攻流的他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更喜欢什么流派呢 计划流派的赛索斯还有不少队伍可选 这里再稍微提一提携带万叶的赛黄万骑队 这支队伍在理想情况下也是可以玩的 这个队伍如果有起良良私命的话 赛索斯不需要切人 就可以使单轮循环中第二个异也能触发额外的会能 虚立剑流的灵命赛索斯最好不要让一空反应 如果没有起良良私命的话 最好让起良良多 骑出来一次补草 这个纯计划队相比上哥扫朗纳西达的精通怪和钟离 更令人安心的护盾 但多了万叶的巨怪 增伤和减抗 武器和胜移物的差距极大概率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这里就不再做过多的质述了 然后是赛索斯的超激战流派玩法 这里由于远长能力有限 暂时无法在XL上低误差还原实战中 水草雷三元素反应时的完整流程 不光要考虑雷草的激化反应 还要考虑超战放的伤害 还得考虑每次水附着给基底带来的影响 甚至有时还得考虑感电反应 这边就只能给出一些符合直觉的推荐队伍了 不过我们可以从草体系前辈们身上总结出一些经验 纯激化流的海参和草绳转机站玩法时 需要大幅改变胜移物和武器吗 明显是不需要的 赛诺同理 草心九的基础逻辑就是 草绳保证挂草量和减草抗 行秋挂水产生大量的种子 最后由高精通的九七人引爆 从而打出源源不断的种子伤害 因此配对上 我们首先选择纳希达为我们保证足够的挂草量 再选择叶兰作为我们的挂水位 最后选择钟离或起凉凉 作为我们的生存位 这样一个赛索式的基站队就组成了 纳希达在草体系中的位置无庸置疑 这里为什么选择叶兰而不是行秋 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行秋的21秒走长 对于赛索式来说太长了 会拖一些时间 其次是与连剑在一个远程单位的身上 体现不出太多的贴身挂水的优势 与连剑更适合海森或者赛诺这种近战单位 叶兰的玲珑头也具有更精准的索敌 最后 赛索式的队伍在平常玩大世界的时候 最好有第二个弓箭手 之前提到过原因 综合来看 还是叶兰更适合在赛索式队伍里 充当一个挂水和增上位 有命座的弗尼娜倒是可以和金破草神搭配 那样队伍的伤害会更高 由于弗尼娜一技能能持续30秒 而Q是16秒的冷却 所以弗尼娜进队可以考虑每两轮循环放一次翼 大招则是每轮都放 我们着重讲讲赛中耶娜这支队伍 循环轴我们选择中离场 一阶耶兰EQ 再杰拿西达EQ 最后赛索式战场开E和QE之A 最后释放第二个E 耶兰放在循环轴靠前的位置开技能 可以让后上场的赛索式吃到更多的增伤 宁命夜兰单水入队默认选择西风宫绝缘套冲水豹 另外宁命夜兰双一的冷却为20秒 对赛索式来说也显得有点长了 不过有宁命的夜兰也可以选择激素轮双一 偶素轮单一的方法进行循环 宁命夜兰的充能需求为253.6% 有宁命则可以将充能砂换成生命砂 亦或是把西风宫换成热水 钟离依旧选择能使护盾量最高的装备 也可以走西风枪暴击头润滑全队充能的路线 纳西达也和之前说的理由一样 最好每轮循环都能开出大招 歼5金破加140.3%充能金金金草套 或者高金西风加173.6%充能金金爆草套即可 杯子可以用草伤杯 金破草绳也可以带双爆头 赛索斯我们直接按照之前计划队的计算结果带弹弓乐团金雷爆即可 对大招普攻流的赛索斯来说猎人之境表现会更好一些 这个队伍里只有赛索斯一个雷系角色 他的充能压力会稍大一点 最后计算得到赛索斯需要堆123.2%的充能 4-5个充能副次条即可完美循环 最后我们稍微提一提蓄力剑超级战玩法的赛索斯 这种玩法的要求是最高的 如果仅靠赛索斯一个人触发种子的话 效率会比较低 因为蓄力剑玩法的赛索斯一轮循环只打出最多6次雷伤 而且他不能与能高效挂水 但刚需普攻触发协同的夜兰组队 队伍刚需纳希达 也刚需护盾 再来一个挂水的角色 就塞不下黄女这种充电宝了 因此这种玩法的赛索斯最好有6命 能在每轮循环免费白嫖一次秒蓄力观影剑 同时既然种子触发效率不高 那就别把种子当伤害大头 4号位的水系最好除了挂水之外 还有一些额外的增伤功能 同时又与赛索斯对轴 综合来看比较合适的角色 有水神和默娜 不需要7分值暖击的默娜 更适合蓄力剑赛索斯这种爆发流玩法 15秒大招和赛索斯对轴 同时大招给的5秒的60%增伤 非常适合蓄力剑集中爆发的模式 别忘了赛索斯的固有天赋量 本身就表明了 第一发冠引剑和最后一发冠引剑的间隔 要在5秒以内 并且默娜作为一个没有太多伤害的辅助角色 很适合携带四教官掏管 赛索斯120点原式精通 我们讲讲赛中纳莫这个队伍 走我们选择 中离场1接纳西达1 Q换默娜Q1 然后赛索斯战场1接4发冠引剑 最后再用一个1结尾 第一个1的伤害能刚好启动 莫娜大招的5秒新效果 中离这次我更推荐西风枪加爆击头的配置 因为这个队伍里的其他三个人都比较缺能量 草神配置造就 带金5金破 充能需求为124.0% 莫娜携带西风舒适教官 充能杀选择五星圣遗物 头的位置用爆击头 保证西风触发概率 副磁条主追充能和爆击率 经过计算 莫娜的充能需求为232.5% 目前这个充能预值对大家的教官套储备还是有点要求的 每个教官圣遗物平均带9.7%的充能复制条即可 如果中离不带西风枪的话 莫娜的充能要求会更高一些 六命赛索斯在这个队伍里的充能需求为111.8% 如果没有六命四发满冠影剑的赛索斯的充能要求会提高到173.9% 需要牺牲一个精通刹变成充能刹 如果部队充能还没有六命的话 这个阵容里的赛索斯可能一轮循环只能打除三发吃满700%精通倍率的冠影剑了 伤害直接会掉非常多 所以就如前文提到过的 这个玩法的要求是最高的 莫娜的产种数量比较少 随时激战 但超激化的伤害仍然占大头 超战放只是个小天头 好在这个阵容里 赛索斯冠影剑的强雷和纳希达中草反应生成的激化草元素量更多 不容易被莫娜的水消耗完 所以这个阵容能比其他的激战流玩法更不容易掉激化率 这个阵容里赛索斯的武器和圣怡屋也照例大致参考虚立剑流派的赛中纳皇即可 弹弓可能会因为被莫娜的60%增伤以及120精通影响掉出第一的位置 但他不用算也能知道是平民的最佳性价比选择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赛索斯的命座 一命能十冠引剑的暴击率提升15% 这个命座只对虚立剑玩法的赛索斯有用 对大招普攻流玩法没用 以弹弓四月团赛索斯在赛中纳皇这个队伍里的表现为例 单人伤害提升约为9.2% 二命能使两种玩法的赛索斯在实战中获得较高覆盖率的30%雷伤加成 单人伤害提升约为13.3% 三命A加3 往常来看普攻等级加3的命座都会显著提高 以普攻和重级伤害为主的角色的伤害 然而这对赛索斯来说并不是 这个命座对虚立剑流塞索斯的单人伤害提升仅有约4.7% 对大招普攻流塞索斯的单人伤害提升仅约为2.8% 这是因为虚立剑玩法的倍率大头 主要来自于固有天赋2的700%精通倍率 大招普攻流玩法的倍率大头 也取决于大招给予的精通倍率 提升普攻等级约等于只提升了一些攻击力倍率 所以提升并不大 四命能使赛索斯在对群石能额外拐全队80精通 对单时这个命座无效 所以这个命座相当于加强了一点赛索斯队伍对群石的输出能力 也算11点锦上添花吧 5命Q加3和1命的作用完全相反 这个命座对虚立剑玩法的赛索斯提升为0 而对大招普攻流的赛索斯单人伤害提升约为6.8% 6命刚刚提到过了 每轮循环免费一发秒虚冠引荐 这个命座的提升需要分情况分析 虚立剑玩法中 在环境能量充足时提升约位0 在环境能量不足时的提升比较大 就例如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赛中纳莫纳之队伍 提升约为20% 同时大招普攻流玩法的赛索斯 也可以在每轮循环的阶尾白嫖一发冠引荐 如果大世界偶尔用到弓箭手解密 有了这个命座的回能之后 后续战斗中也更不容易缺能量 算是一个忍者见忍智者见智的命座吧 综合来看赛索斯的命座都是一些比较少的数值命座 除了6命额外回能外 没有给到一些例如抗打断 伤害范围提高之类的机制 赛索斯算得上是一个0命就是完全体的角色 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还是很友好的 好了本期的前瞻攻略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讨论 园长本人还是非常想捞一支赛索斯的 没有抽到宵宫的 我很想体验一下宿舍宫的玩法 一个人在业余时间做这种视频 花费的精力还是不少的 这期视频的文案也有一万字了 喜欢的话就点个免费的赞吧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祝各位抽卡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如果有错误还请各位朋友们指正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现在 像这样神秘又庞大的场所 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吧 所以 我会和你一起探索 和你一起把握住胜利的希望 写手赢 保险 你挡路了 我不是质疑你在战斗方面的实力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